这个面向丑陋的物种叫橡皮虫 他们通常生活在城市的下水道 马桶中排泄的物品就是他们的食物 但偶尔他们中的一员就会成为歹徒来到地面攻击人类 只要看谁不爽 上去就是一口 雨夜一名男子躺在血泊之中 警方收到消息立即对现场进行了勘测 可在中途他们收到了上级的命令让他们全部撤离现场 年轻的巡警格温非常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追问下才知道火炬木小组将接管现场 在他疑惑的时候一辆车驶了进来 随后从车上下来了两男两女 格温对于这个火炬木小组既陌生又好奇 在他看来这些人的做法很可能会污染现场 于是他带着好奇心来到了楼上 想要看看这些人到底要做什么 可他却被眼前的一幕彻底震撼到了 只见一名女子戴上了一个金属手套 随后用手托起了死者的脑袋 不出片刻已经被确认死亡的男子居然睁开了眼睛 火炬木成员告诉男子你只有两分钟的复活时间 所以你要抓紧回想遇害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询问中得知男子叫约翰 在回家的路上就感觉后背一疼 随后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 也就是说他从头到尾都没有看清袭击之人的面貌 时间一转眼来到了第二天 警局内还在讨论昨晚发生的案件 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接到了三起同类案件 第一名受害者是一个72岁的老妇人 在家中被利器从胸前刺入死亡 第二名受害者是一个42岁的男子 在一处小巷被人从利器从后背刺入 第三名受害者就是昨晚发现的19岁约翰 在回家途中同样被人用力气从后背刺入 目前三名死者之间除了死亡方式外没有任何关联 根据伤口痕迹测量出凶器是一把经过特殊改造的刀子 长度大带在6英寸 宽为3英寸 端茶倒水的隔温却把这些信息都刻印在了脑海中 随后跟随同事处理一期酒吧斗殴案件 在这过程中他的后脑勺被狠狠撞了一下 于是他来到了医院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 却意外又遇到了昨晚见到的火炬木成员之一 带着好奇心他一路追到了顶楼 在这里发现了一个被封闭的走廊 保安说上午9点钟这里就被封闭了 具体因为什么封闭他也不知道 可当格温走进去后居然看到了一个面向丑陋的男子 对于格温的询问男子一句话也不肯说 就在此时刚刚离开的保安走了进来 原来他离开后就把这件事情汇报给了医院领导 得知封闭这里的并不是他们医院下的命令 说话间他也被面前这个丑陋的男子吸引了过去 这个怪物就像封了一样撕咬保安 伴随着惨叫声一名火炬木成员从里面跑了出来 他见到眼前的一幕拉着格温就逃离了现场 可在一个转身的时间拉着他的神秘男子就失踪不见了 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在医院门口再次遇到了这个神秘人 他立即上车追了出去 同时也让格温想到了昨晚的事情 他依稀记得那群人称呼这名男子为杰克上校 于是他联系警局让同事确认杰克的身份 经过核查只有一个叫杰克的上校 他曾是美国志愿兵和英国空军 在1941年德国空袭伦敦期间就神秘失踪了 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 就在此时杰克在一处广场下车了 可等格温追出去的时候杰克突然不见了 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回到家中的格温却对这件事情一直不能释怀 因为一条无辜的生命就这样在他的面前丢失了 他想要查清到底发生了什么 于是在晚上他只身一人再次回到了广场 他看着送外卖的小哥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 他首先来到了广场附近的一个披萨店 表明身份后要求店员查看一下外卖信息 发现不久前有一个自称叫火炬木的人订了一个披萨 于是他拿着披萨按照地址来到了一处神秘小屋 格温坐着电梯来到了地下深处 在这里看到了一个摆放各种奇怪东西的实验室 同时也见到了火炬木小组的全部成员 他当着杰克的面说出了心中所有的疑惑 却被告知他们已经搬走了医院保安的尸体 然后更改值班表 还派了一名假证人说看到他离开了医院 不出意外的话他的尸体将会在下周二在码头被发现 说完杰克带着格温来到了一处类似监牢的地方 在这里见到了白天袭击保安的怪物 他告诉格温这个东西叫象鼻虫 是外星物种 据他们所知目前有几百个生活在城市的下水道中 他们偶尔会来到地面袭击人类 可最近不知道什么原因这种情况出现得越来越频繁 而他们火炬木是由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于1879年创立的秘密组织 无受政府与联合国的约束 凌驾于警察之上 其宗旨是保卫地球免受地外威胁 小组成员欧文医生 技术专家杨桃和机械工程师苏西 以及专门获取情报和清理犯罪现场的兰托 随后队长杰克带着格温站在了一个站台上 随着启动开关两人缓缓来到了地面上 而这里正是当初杰克神秘失踪的广场 杰克说这里被他们安装了感觉过滤器 也可以称为隐形电梯这样更容易理解 随后杰克又带着格温来到了一家酒吧 格温现在非常好奇这么机密的事情 为什么全都告诉了他 杰克说他们可不仅仅就是抓外星人这么简单 他们还会打扫外星人留下来的东西 找到使用他的办法 为21世纪发生的巨变做准备 可在格温看来如果其他人掌握了这些东西 同样是人类的灾难 杰克说他们实验室有规定 任何人不允许将东西外带 并且他们这里的火炬木属于第三支部 第一支部在伦敦 不过在一场大战中被摧毁 所以就诞生了他们现在的第三支部 第二支部设在格拉斯哥 第四支部因为某种原因失踪不见 而当初有一个时空裂缝正好穿过这个城市 从裂缝中溜进来很多东西 其中包括外星生物和时间变换 以及太空垃圾和残骸废料等等 格温听后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他可以做警方和火炬木的联系员 火炬木可以利用这些先进的设备去抓捕罪犯 杰克表示他们对抓捕罪犯没有任何兴趣 当晚复活内的男孩只是想要测试手套而已 随后话风一转告诉格温 刚刚他在饮料中下了健忘药和安眠药 如果明天他醒来还记得这些事情 他可以考虑他的建议 格温听后连忙回到了家中 把今天发生的一切全都记录在了电脑中 可他好不容易写完电脑就被人给入侵了 记录的一切全都被毁掉了 随后整个人倒在桌上睡了过去 时间一转眼来到了第二天 格温和往常一样来到警局上班 昨晚发生的一切似乎全都被他给遗忘了 可按键面板上凶器模型引起了格温的注意 他发现这把武器他似乎在哪里见过 可无论他如何回想都记不起来了 这件事犹如梦魇一样纠缠了格温一整天 就连睡觉都无法静下心来 他起身来到了电脑旁 书上的一个单词让他想起了一件事情 于是他再次返回了当初杰克神秘失踪的那个广场 在这里见到了火炬木小组的机械工程师苏西 他瞬间想起来当初在苏西的办公桌上看到了那把凶器 苏西说他刚刚在监控中见到了格温 就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暴露了 一定是凶器的照片让健忘要失效了 而他杀害三个无辜的人就是为了研究手套 他相信如果研究成功甚至可以复活已经死去的人 现在他要除掉格温带着手套离开这个地方 显然苏西就是一个为了科学不择手段的疯子 就在此时杰克乘坐隐形电梯出现在了一旁 可紧接着重枪倒地的杰克就复活站在了他的身后 案件随着苏西的死亡彻底结束 而格温也想起了昨晚的全部事情 事后杰克没收了组员手里的外星科技产品 并邀请格温加入火炬木 担任警方和火炬木之间的联系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